究竟能买到什么样的车 本来之前给大家做的视频都是那些特别严肃的 但是今天给大家找来这么一个车 去市场上找到了 这个车感觉车况非常的好 公里数只跑了两万公里 特别棒一个车 一个什么车呢 仲泰 仲泰T600 感觉这外观也很好 大家来看一看当年制造价 九万九千多的这么一个仲泰 现在二手能值个多少钱 大家都说这个车已经停产了 马上仲泰厂子也快不行了 大家来瞧一瞧 这个车这么低价格 老铁们感觉值还是不值呢 究竟保费率高还是低呢 反正我认为保费率应该是稍差点事 老铁们咱现在有组织去市场瞧一瞧 来吧老铁们 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找的 2018年上牌的 2017款的仲泰T600苦配 其实这个车呢 我们外观来看呢 不是特别的过时啊 没有那种特别老气的一个感觉 毕竟是个仲泰 然后这个车型呢 它的配置呢 是属于2017款当中1.5T自动 豪华版制造价98,800 大家伙呢都说哈 仲泰这个车型啊 你要是买上自动档呢 第一费油 第二呢各方面啊 稳定性呢也不如手动档啊 我也很佩服这个车主啊 能直接买上一个自动档 一个低配档 肯定是不省事啊 感觉到买上这么一个车啊 能一直开下去 可是自己内呢 三年时间就要把它给除掉了 咱们接下来先废话不多说 现在看一看这是内饰什么样子吧 内饰方面就这么说吧 这辆车坐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挺精细的啊 其实整个方案盘我们来看呢 保费剪影真的是相差不多哈 毕竟呢SR9就出自这个厂商 然后这里呢是它一个中共屏 中共屏呢清晰度也还行啊 就是操作起来说是有点事 它有一个打霸 打霸也非常类似于奥迪的哈 还有一些控制按钮啊 整个一个中共台 大家看能够它打得多少分吧 反正我感觉还可以哈 第二费空间是真挺大的 我们最近其实呢 起码它不会挤 它的车长呢 4米645啊 车宽是1米893哈 轴距呢是2米8的哈 非常宽大的一个车 可以算作是一个中小型SUV了 那最后有它的一个价格 大家感觉是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给大家来揭晓 朋友们咱这个车咱看完了 配置呢是属于1.5T 自动豪华型 17年的一个款式哈 车主呢18年是上的款 感觉各方面呢 你还算是准心吧 三年一个时间 供用处跑的那么的少 然后问一问 它到底能值个多少钱呢 然后它给我报了个价哈 58000多块钱 感觉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不保值吧 是吧 当年落地是在10万多 你开这三年赔了才一半 也不算特别不保值 楼铁铁铁喜不喜欢 这个车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呢 多多留言哈 我也会给大家的第一时间 找一些其他的车系的 今天这个车型呢 也还行哈 楼铁铁铁喜欢不 我们下次见 拜拜